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员 最想告诉大众的是两句话 第一句话 抑郁症是一个病 不是普通的心情不好 它不是说你什么到外面闪闪心啊 你什么自己想开一点啊就能解决的 它是一个疾病 这是第一点 因为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 很多人认为哦你心情不好啊 你想开一点啊 你出去玩啊 我们多陪陪你啊 你就会好啊 不会好 它是一个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个病是可以治疗的 如果你寻求专业的帮助 大多数是可以治好的 所以有这个病并不可怕啊 你只要得到专业的帮助 你就可以治好 这可以恢复正常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治疗呢